妳那時候來上節目的時候 不是還在擔心說好像結婚 好像有自己的家庭 好像有小孩 對啊 結果 因為那時候 小時候你就對家庭 有一個很美好的夢想 所以妳是渴望的 對 我很渴望 因為可能他們沒有成功 我就覺得 我要靠我自己的能力成功 我要自己的家庭 我要搞定 要成功 對 我要搞定 我要記取我媽的教訓 我不能重蹈覆轍 我要建立一個完美的家庭這樣 所以我從小就對婚姻家庭 這件事是充滿渴望 一直好想要趕快結婚這樣 妳剛好跟她相反 因為我本來是 還是想要照著計畫 慢慢走 先結婚 然後兩個人可以去度個蜜月 快快樂樂的過個 過個一段時間 然後再來考慮生小孩 這件事情 結果沒有想到 我就是成神經很大條 全部變成快轉人生這樣 倒轉人生 嚇我一跳 怎麼跳過去蜜月這件事 現在根本有什麼去蜜月 妳是先 發現先懷孕 對 那時候還沒結婚 完全不知道自己懷孕 然後我就是想要去婦產科 拿調精藥 因為我們接下來 有一個出國的行程 我不想要在那時候經起來 所以我就去婦產科 拿一個調精藥 結果後來醫生已經看到我 然後他說請坐 請坐這樣 恭喜媽媽 懷孕囉 我說 恭喜媽媽 我就這樣 什麼 我就在診所的椅子這樣說 你說什麼 然後就馬上啪 大家哭 很恐怖耶 這是嚇到哭還是什麼意思 嚇到哭 真的是嚇死了 可是是開心哭還是恐怖 還在驚嚇吧 嚇 真的還是嚇 當下還沒有開心的感覺 就會想說 怎麼可能 我早上還喝咖啡 這樣子 然後就覺得說 對啊 我還是小姐 怎麼會叫我媽媽這樣 對 然後我就 就是很正經 然後整個人都在發抖 然後走出婦產科診所回家 然後我就傳簡訊給我老公這樣 然後我就還拍了那個 超音波的照片 因為我太厚之厚 覺得我已經 寶寶已經快要有心跳了 已經八週了這樣 其實寶寶已經長很大了 然後我就拍了那個照片 傳給我老公 八週是 八週是兩個月 兩個月了 再過一個月就可以講了 對 然後 然後我就傳給我老公 然後我說 你要不要回來我們討論一下這樣 然後我老公 一讀 然後過一下 然後回傳 點點點 然後我就看著手機想說 這點點點是什麼意思 是你我不想要嗎 還是你在什麼什麼這樣 我就那時候瞬間 腦袋超多想法 想說完了怎麼辦 我該不會要變單親媽媽吧這樣 還沒有結婚就要變單親媽媽了這樣 原來我看錯人了嗎 原來你是這種不負責任的人這樣 小劇場一大堆 然後後來他下一句就回傳說 好 我下午請假 我回去陪你這樣 結果那時候他還在上班 然後就 他就下午就請假 然後回家 然後我們兩個就一進家 我們兩個人抱頭痛哭 這樣子這樣 然後就是 就是其實對我們兩個來說都是 要從 子女瞬間變成大人的一種 所以蜜月來不及度 沒有蜜月 我們就直接就辦了婚姻手續 對 我們就去登記結婚 然後就生小孩 對 說妳 妳們現在寶寶一歲多 妳們育兒方式跟人家不一樣 我真的很想聊這個 對 妳們家不用尿布的 我們家用布尿布 就傳統的一種 薄的 對 今天因為 這樣子是為了省錢嗎 一個是省錢 一個是環保 其實一胎這樣子算下來的話 月末可以省到五六萬塊 是可以的 是 對啊 人家大家現在都方便 都用止尿褲嘛 可是止尿褲 它是沒有辦法被分解的塑膠垃圾 因為布尿布這個東西 它是可以一直重複在利用 所以譬如說大寶用完了之後 你還可以接下來第二胎繼續用 如果你真的還想要生第三胎繼續用 如果第三胎你不生了 你還可以賣給別人 讓別人去用 誰要買二手的尿片啊 真的假的 二手衣也有人買啊 因為其實清洗上都已經 清得很乾淨了 你不會有沾到前面的東西啊 所以如果 站在一個以環保的立場來說的話 我覺得這個東西 一直非常棒 因為連我自己生理期的 那些衛生棉 我也都改成用布的 就是 妳好棒喔 就是可以讓它 它一直重複在利用 妳很棒耶 講真的假的 這是現在開始提到 這樣的流行 是為了環保嗎 對 我自己是為了環保啦